生命TV 生生不息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现在是讲的《授记评》第六 《授记评》第六 经文在第146页 第146页就是《授记评》 授记啊 就是为中根人说法 中根在比喻说一周里得到佛法的收容了 了解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用意 而这个在比喻评里了解佛法 那么现在经过《授记评》叙述他的《授记评》 然后到了药草玉坪啊 佛为他们说成 就是赞叙他们所说的自己的灵结没有错 是对的 同时啊也加以补充他所没有领悟到的地方 所以用这个药草下雨大地的生长来做比方啊 来补充他的这个中国人的灵结 嗯 那么经过药草玉坪的输成之后 现在知道中根人 对佛出现世间啊 这个说法法经的意思已经明白 那么他们相信自己啊 决定能够成佛 但是成佛的情况 他自己没有办法体悟了解 那么因此佛就为他们授记 因此有这个授记评啊 那么就像这个 呃为上根人说法 呃在方便评之后 比喻评之前 佛为涉利佛授记的用意是相同的 嗯 那么现在啊 为这个中根人授记 因为文字比较多 所以另外分为一评啊 叫做授记评 授记两个字 印度话翻译啊 叫做火切罗 或者是火切罗诺 火切罗翻成中国话 就是授记 这个授 呃 授字旁的 呃 这个字啊 这个字啊 就是授 传授给他 呃 那么 对佛 这边说 呃 把这个成佛之姬啊 传授给弟子 所以这个授 对于《月佛》 以外的字里面说 《月佛》 这些《月佛》 所以叫做受祭 那么受祭就义啊 也翻到受结 受结 决定的结 就是跟他说你决定成佛了 所以叫做于受结 科判就叫做于受结 为他们弟子们的领悟之后 为他受这个决定之祭 将来成佛的决定之祭 所以叫做于受结 在我们这部法法经理啊 受祭有通祭 有别祭 什么叫做通祭呢 通途的受祭 那就是像后边所说的 这个常不清菩萨评 常不清菩萨 看到佛的四众弟子 一一都替他受祭 我不敢轻易如灯 如灯皆能做佛 这是通祭 那么就是说 一些众生都有佛性 有佛性必定成佛 这个叫做通祭 没有结 没有果 没有修音证果的详细说明 说哎 你有佛性 你将来成佛 这个叫做通祭 三周说法 每周到了后边 都有受祭 这是叫做别祭 别 个别 每一位 有他特殊成佛的情况 为他受祭 这个叫做别祭 所以受祭呀 有通祭 有别祭 那么现在这个受祭品啊 就是别祭 还有 约三音佛性论寿计 佛 我们中心有佛性 但是约这个理性来说呀 有三种因 三种都将来成佛之因 叫做三音佛性 就是正因 了因 缘因 因缘的缘 正因佛性啊 就是真正成佛之因 就是本来有的佛性 一些众生皆有佛性 就是刚才说的 常不清菩萨所受祭的 你们将来都要成佛 就是这是守正因祭 正因佛性祭 你们都有佛性 将来成佛 这是人人都有这个正因 但是正因必定要有了因 缘因 缘 就是始觉 有智慧 慢慢体悟到修行的法门 有解有形 这是缘因的开始 缘是帮助助缘 缘因 没有缘因啊 正因没有办法发出作用来 咬阴也不会生奇 所以 约三音论 像常不清菩萨的受祭 那是受正因祭 嗯 还有后边的法师评 嗯 法师评 说明始终供阳 那也是 正因祭 嗯 那么现在 这个三周说法后边的别姬啊 就是了因祭 了因 嗯 别姬是属于了因 那么就是了是明白了 你开发智慧 有修有正 将来成佛的情况 修阴正果 自己了了明白 嗯 这种的设计就叫做了因祭 原因 就是帮助 嗯 是助缘 嗯 那么 说明这个修行方法 说你这样子 下功夫 将来能够成佛 嗯 那么 这是属于 原因了 例如 法师评里面所说的修行 怎么是供阳 嗯 那么乃至详细说明这个十种供阳之类 那么 如果越他的助缘方便讲 那是属于原因 啊 就是原因的受计 所以到了法师评啊 不但是三周说法 三根都得受计 那么乃至一切众生 凡是依法修学的 嗯 读过法法经的 佛通通都替他受计 那就是属于原因计 嗯 那么这是越三因论受计 同时 也有 古人 受计 以因人受计 古人就是佛 释述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受计 无论通计别计 那是古计 古人为我们人 因人呢 说受计 啊 即将来成佛的情况 因人受计就像常不清菩萨 在阴地的时候还是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的时候啊 就替大家受计 说你们成佛 这就是因人替受计 啊 那么 这就是说 啊 古人 佛 为通别 通别二计 啊 那么因人 直受通计 他没有这个力量受别计 啊 同时 还有贤计 贤是贤远了 贤 贤 贤字下面一个心字 那个贤 啊 贤远的贤呢 还没有到 就先替他受计 这个就是贤计 后边的化成育评 化成育评 为未来地址受计 那叫做贤计 啊 全员事先就替他做受计了 这个就是贤计 啊 那么 受计的意义 如果要详细说呀 文句 会议里面 还有好多道理 我们现在简单就是 把这个受计品的名目啊 啊 就说到这里 简单说 受于教讲 佛的教化 啊 知道弟子 已经得到真实受用 为他受将来成佛计 啊 计 越根基讲 越弟子讲 啊 那么 因为文法以后 得到佛的受计 相信自己将来决定成佛 那么这是 叫做 根基 所得到的 就是祭祀 啊 而现在这里呀 上根 中根 得到受计呀 在大圣菩萨道里面 都是已经到了出祝 围 原出祝 都到了出祝 啊 所以 经过法法会上的得记之后啊 统统都是菩萨 啊 应当是不用声闻的名字了 但是呢 因为四十几年来啊 大家已经习惯 称赦立佛为尊者 母见念为尊者 已经成为习惯了 所以还保留他这个声闻的 结尾的名称 实际上 经过法法经的受计之后啊 呃 这些佛的大地子们 统统都是菩萨 呃 所以到了后边 为佛罗罗受计的下根基之后 呃 所以说 这个内壁菩萨行 外现声闻声 呃 那么就显示他们都是 外表是声闻啊 实际上 他们都是出祝菩萨了 呃 评审论 凡是讲受计的 都收归这一律 所以叫做受计瓶 二十八平经当中 现在这里是第六瓶 所以叫做受计瓶 第六 下面有个小字 中根得据 就是欲说欲说 到这里为止啊 就是中等根性的众生啊 得到受计 那么中根的说法 就是到了 受计完了 就是告一段落 下面按照经文解释 就是科判里面 欲说欲中 呃 有四端 呃 正比说 是第一 呃 信节 呃 领悟信节是第二 如来受成是第三 现在欲受计是第四 几字下第四 欲受计 正为他们受计 呃 那么受计有两段文 第一 正受中根计 正为中根人受计 第二 许为下根 俗是说 这是在最后的句宋 啊 呃 大通至圣佛 那个时候 佛为十六王子之一 啊 为十六三弥之一啊 菩萨三弥 那么那个时候 种下上根 就是我们这些 呃 末法众生 也许 呃 在里面也有一部分呢 那么那时 呃 到了最后 答应为下根人 呃 说这个过去 中上根的姻缘 所以叫做 徐为下根 俗是说 那是最后的句宋 呃 大概有两首宋 啊 就在这个受计品的最后 所以属于受计品的范围之内 啊 现在讲正受中根计 有两段 第一 受大家设计 呃 第二 受三人计 三人呢 就是须菩提 家战元 母建联 中根都啊 由这四位尊者做代表 当然不止他们四个人 有很多 啊 以他们四位做代表 这里先为大家设计 大家设计 在计之后啊 啊 还有三位尊者 西菩提 家战元 呃 母建联 他们也希望佛能替他受计 呃 请计之后 佛为他们三人设计 所以叫做受三人计 现在先讲受大家设计 有常文 有俱松 常文里面有六段 第一 行音 说明大家设 从今天开始 他行菩萨道的修音 啊 然后说德国 看着经文 而十四尊 说是俱疑 这是总界前文 就是药草育品的这个 啊 俱松啊 说到最后 卢等所行事菩萨道 渐渐修学 西当成佛 这个俱松说完的时候 啊 为什么有这个文字的神奇呢 因为前面说 你等所行的就是菩萨道 从此之后 渐渐一步一步向菩萨道迈进 自立立他 上求下话 啊 渐渐修学 你们将来都能成佛 西当成佛 前面俱松说过这个话 所以现在 成佳上文说 呃 世尊 释迦牟尼佛 说了前面的剧松完毕之后 既然是渐渐修学 西当成佛吗 所以现在就为他们受祭 受将来成佛之机了 告诸大众 呃 对当时林三会上的大众啊 公开宣布 说下面的话 这叫做 唱如是言 唱 大声 悬高 使大家听得清楚明白 啊 你不要把这个唱字看作唱歌呀 啊 不要因为释迦牟尼佛在林三会上讲华华经 受计的时候还用唱的啊 有没有悄悄打打呀 哈哈 没有的啊 这个所谓唱啊 就是大声的公开宣布 让大家明白啊 我们平常看到这个唱字都认为是唱歌啊 往往会发生这种的错误的观念啊 啊 佛不是在唱歌 他没有用唱啊 啊 只是说明 很清楚的 公开宣布说明 那就叫做唱啊 啊 如是指下文 言 说出下面的话 以下的话 就是佛说的啦 前面这几个字啊 都是解几经的人啊 啊 为了要衔接下文 呈接上文 呈上几下 而加以 呃 这个补上去的 呃 我此弟子 莫乎加世 以未来师 当的奉经 三百万亿诸佛世尊 供养 恭敬 尊重 赞叹 广玄诸佛 无量大法 这是行音 修行的修音 啊 那么莫乎加世 从今天 听过法法经之后 就开始 寻佛杀道 啊 我 释迦牟尼佛自称 此 林三会上 当时在面前的 这个上手弟子 啊 这个弟子 叫做什么名字啊 莫乎加世 加世是他的姓 啊 姓加世 印度的 啊 这个婆罗门种的姓的一种 啊 姓加世 翻成中国话 叫做龟式 莫乎加世 就是大龟式 龟啊 海龟乌龟的龟啊 啊 比如说他的老祖宗 祖先啊 在修道的时候啊 灵龟 富土啊 啊 有这种感应 所以从此 他的这个 这个士族啊 就是以大龟式 为姓 叫做龟式 加世姓 啊 加莫乎就是大 莫乎就是大 为什么称莫乎加世呀 因为在佛弟子当中啊 另外还有好多姓加世的弟子 最有名的就是三加世 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 第二年所度的三加世 啊 游楼频率加世 切业加世 哪提加世 这在续评开头就讲过了 因为还有其他 其他很多姓加世的弟子 那么简别不是其他的加世 所以加个大 大地子当中的大家世 所以叫做莫乎加世 莫乎加世 也翻出大荧光 因为他过去修阴的时候啊 曾有一次啊 用紫金 很殊胜的金啊 来贴佛的像 跟佛堂 由此他生生世世 光明很殊胜 所以称为大荧光 其他的光明 如果他的光放出来啊 都会被他 这个隐蔽了 其他的光都显不出来了 除掉佛 大菩萨之光之外 那么就是莫乎加世的光最属身了 所以叫做大荧光 那么佛为大杰是最先受计 在中根当中第一位数据 用意就是 摄利佛虽然是上手第一的弟子啊 但是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涅槃之前 摄利佛就先入涅槃了 摄利佛没有继承佛的家业 在当生没有继承佛的家业 因为他听到佛要入涅槃了 摄利佛就先入涅槃了 他不想看到佛涅槃 所以他就先入涅槃 因为他是阿罗汉来去自由 想走就走 所以佛入灭的时候 摄利佛已经先走了 那么因此佛要入灭之前呢 要涅槃之前 把伐传给摄霍加世 那么成为印度的佛教的第一代祖师 那么因此将来他是继承佛法的人呢 所以先给他受计 摄利佛之后就是摄霍加世最先得及 那么摄霍加世将来要成佛 必定要修阴啊 他要怎么样修才能成佛呀 以未来事 就从当天开始啊 一直进未来计 应当他能够奉井 井是清净的意思了 本来这个井是看到了 字是看到的意思 现在奉井啊就是清净 奉事清净于佛 他以后要清净多少佛 要修多久才能成佛呀 三百万亿诸佛师尊 从这次灵三会上得及算起 一直到将来成佛 成佛之前呢 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要清净过三百万亿佛 看起来成佛并不容易的 要清净三百万亿 但这个三百万亿不晓得是多久才一尊 如果像我们娑婆世界 现在是贤解千佛 一个大街也只有一千尊佛出现时间 那么三百万亿 你想想要多少时间了 可见大家虽然是欧罗汉 现在寿季已经是出驻菩萨 从出驻到成佛 还要供养三百万亿佛 那么如果越横轮 越横轮空间 越空间来说 一生就到十方世界去清净佛 清净一尊就算一位 假如这一生能够清净一百万亿的话 那么三生就够了 那就比较快 如果越横轮 那就比较快 如果越数轮 越时间长 那就慢了 像现在贤节 一个贤节一个大街 也不过是一千尊佛出现时间 那三百万亿要多久 实际上说久也不久 因为一念普贯无量皆 无量皆不出一念 一念就是无量皆 念皆原容 所以这个久也不久 并不是固定的 就是看他的修行功夫 总之福慧满足就成佛 必定要修到福 福德 智慧 独究竟圆满 两足真 不会有一点点缺少 那就成佛 那么他亲见佛的时候 怎么做啊 供养佛 公敬一佛 对佛的尊重 加一赞叹 这就说明啊 对三百万亿佛 每一尊佛都是这样子 供养 公敬尊重赞叹 供养 不但是相发登国的 供养的四项供养而已啊 华元经普全行愿品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啊 罚供养 罚供养 圣过财供养多多了 什么是罚供养啊 发菩提心供养 如说修行供养 乃至带众生苦供养 行菩萨道 自利利他 这都是供养佛 并不一定啊 只拿这个相发登国算供养 所以这个供养里面就是包含修行啊 包含修行 供养就是修行 如说修行供养 按照佛所说的修行方法 好好的去修行 那就叫做供养 那么修行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恭敬心 至成恭敬 没有恭敬心啊 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所以要有恭敬心 尊重 对佛的尊重这不用说了 赞叹就是以种种的修松啊 赞叹佛的功德 比如天上天下无如佛等 这都是赞叹佛 清见佛就修学佛法了 懂得佛法度众生的第一步啊 就是说法 说法 广玄诸佛无量大法 广详细 玄就是说 详细 玄说诸佛就是三百万亿佛 每一段佛的法 所说的无量无边的大法 大圣菩萨道的法 都要加以 说解众生明白 来做度化众生司业 有奖金说法 经过三百万亿佛的供养清净 如说如法修行 那么福祖废祖之后啊 下面就是德国了 第二德国 于最后身德成为佛 明曰 光明如来 应供正辩之 明行足 善事事间结 无上事 调欲丈夫 天人师 佛 世尊 这是佛的十种通号 十种通号 在前面续名就讲过了 现在不必再讲 将来大家是成佛的别号啊 佛的名字叫做光明佛 光明如来 他为什么叫做光明如来啊 他因地啊 就是以紫金光 紫金来铁佛的像 铁佛他 由此感到 深深深深有光明 所以这一果地 跟因地的修音相符啊 最初的修音 是以紫金来供养佛 供养佛他 所以成佛就叫做光明如来 光明很熟生 这是德国将来成佛了 结国明是第三 说明他将来成佛 时间有多久度化众生 国头叫做明 什么名字 国明光的 结明大庄严 这两句就是结国明 将来大家社成佛呢 他的国土名字叫做光德 光德国 那个地方成佛 那么他成佛的时候的时间也有名号 结明大庄严 例如现在是贤结 将来大家社成佛的结 叫做大庄严结 这是结国明 第三 第四说寿命 成佛以后他的寿命多久 住世多久 正法像法住多久 佛受十二小节 这是寿命 第一次寿命 将来大家是成佛了 住世间 成佛 住世间 说法度众 到入面 有十二个小节 那么长的寿命 那应当是新进的佛国了 寿命才长 十二个小节 第五 说明这个佛入面以后 正法像法有多久 所以叫做正向久静 正法住世 二十小节 像法义住二十小节 佛入面以后啊 正法住在世间度化众生 跟佛在世差不多相同 所以叫做正法 那么德国的人很多 信解行政都具备 那么这个时间有二十小节 那么到了那个时候的国土的分 这个小节中节 恐怕情况就跟现在不一样了 你们现在这个世界的小节 二十小节满了 就交到华尔街了 哪里还有相法呢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是小节很长 那么正法住是二十小节 相法也是一样的住二十小节 那么这个都是同一个大节里面的时间 第六 国境 国土清静 出现在清静的 这个国土里 清静庄严的福国 国土清静的文字就很长了 叙说他将来成佛的 这个国土清静啊 很庄严 国界岩石 无诸为恶 将来他成佛之后啊 他的国土的境界灵 很庄严 装饰得很庄严 没有肮脏的东西 味不干净 恶就出恶不好的 将来他成佛呢 他的国土都是干净的 清静的 很好的 很细的 没有粗恶的情况 没有畏物的 肮脏的东西 瓦力 金吉 这一句就说明这个 畏欧 那么因为是清静的国土啊 没有破瓦片 小石子 利 金 有刺的寿命 金 金是有刺的 吉就是刺 那么这就是显示那个 不禁 啊 为恶的一部分了 啊 我们说破世界的这个 为恶情况 太多了 啊 尤其现在到了 这个科学时代 啊 因为科学发明 好多好多那些 啊 增加 破坏 环境的 那种情况 啊 例如这个 环境的污染了 空气污染了 水遭到污染了 那就很 很畏欧了 啊 这是娑波世界 五周祸事的情况 将来大家是成佛 他的国土清静啊 啊 没有这些污染 也没有便利不经 这都是啊 物味的情况 便利啊 就是人有大小便利啊 有大小便就不干净了 啊 将来他成佛了 他的国土像几多世界了 啊 那么众生啊 没有这个不干净的排泄物 啊 所以没有便利不经 那么 这是说 卫欧的情况是这样 那么既然没有了 没有这些肮脏东西 那么他的国土是如何啊 西土平正 他的国土很平 很端正 没有高山 没有大小溪流 啊 那么有溪流啊 都是很装饰的 很庄严的 啊 那么 所以没有 五有高下 坑 砍 堆 腹 他的国土 这两句是说明这个平正的情况 高 高山 下 深谷 油谷 啊 坑 比如说 无论有水 没有水 有深坑 啊 坎 啊 往上爬的那个 一间一间的坎 啊 堆 一堆一堆的土堆 富 小山 啊 那么 他的国土平正呢 没有这些东西 啊 所以叫做无油 大地不是泥巴的 不是像我们这些泥巴地 哦 他的大地是流离为地呀 流离 青色宝 哦 以流离为地 宝寿行 行列 国土里面呢 有有宝寿 就是重宝所成的 像基督寿世界 宝寿 一行一行 列成行 在路边 在房间的周围 啊 因为大地都平啊 路怎么分呢 用金筍来分 分这个借道 啊 所以叫做黄金为筍 一借道策 啊 那么路啊 用这个黄金筍呢 做借 啊 路的两旁 用黄金做的筍子 啊 装饰得很庄严 在这个路的借的旁边 啊 两侧啊 装饰得非常好看 常常有天人散花供养 散诸宝花 周边清净 不用扫地耶 微风吹动啊 天上散下来的花 萎泻了 风一吹 就没了 都干干净净 然后又花又落下来了 在散诸宝花 种宝所成的花 嗯 花就是花 周边国土都非常的清净庄严 其国菩萨 无量千一 他的国土里面所度的菩萨种很多啊 无量无边 不是一个千一 两个千一 是无量千一 显示这个菩萨种之多 诸圣文中一幅无书 圣文也很多 因为他有三圣说法 也度很多声文中 也是无量无边 无有某事 虽有某 即某名 皆富佛法 皆富佛法 他的国土里只有佛法 只有佛事 没有某事 就是没有障碍 没有某事的障碍 啊 那么 虽然 他的国土里 啊 那么 他们只在天上 可能也有某 啊 也有某王的民众 但是这些某与某名啊 某王的民众啊 他们不会妨碍佛法的 他们都是父法 皆富佛法 他的国土里 总然有某王 有某 某王的民众 但是这些某王 跟某王民众啊 统统都是父法 啊 都是父子佛法的 不会妨碍佛法的 这里提出一个疑问 啊 你们好好去下班功夫 参就一下 既然是父法 为什么还要成为魔 既然是魔 为什么又不会饶乱佛法 啊 好好去下班功夫 我不替你做解当 既然是佛法 他是个父法 父法为什么叫成魔啊 既然是魔 为什么不会饶乱佛法 不会阻碍佛法 不会迫害 破坏佛法 既然不会破坏佛法 应当就是复法了 那么复法为什么称他叫做魔 而且还有魔王 魔明 原因何在 原因在哪里 啊 看经 看这个佛 佛经里面有很多这类的问题呀 啊 我不要一下子听你们说破 说破了你们就没有用功的机会 你们的脑筋啊就会生锈啊 哦 那老是听人家现传的 自己不用功啊 啊 恐怕你们的脑筋生锈了 所以我留一点呢 让你去磨一磨 把你的锈磨掉啊 不谈会谁先 哦 谁先发生 磨一磨看 嗯 就这两句话 你把它念书 啊 将来魔后家是成佛了 他的国土里面呢 无有磨事 所有磨即磨明 皆赴佛法 没有磨事 为什么有磨 这个磨为什么 他既然复发 为什么叫做磨 啊 这个问题在哪里 为什么要这样子称呼 啊 下班功夫 啊 这是长文 后边句宗 啊 重颂 第五 啊 重颂有五段 啊 有五段的这个这个 配合前面长文呢 五段的重颂 而是四座人欲重选此一 而说记一言 长文说完了 佛用重颂再说一遍 啊 一方面表示啊 魔后家是受计的确定情况 一方面使大家再听一遍呢 知道魔后家是将来成佛的属生 啊 大家对他生起这个敬仰之心 告诸比丘 我以佛言见世家世 于未来世 过无数节 当得作佛 而于来世供养奉金三百万亿诸佛 诸佛世尊 这三句连下来读 不要停 啊 他没有标点 你看就知道 啊 不要停 供养奉金三百万亿诸佛世尊 连下来 啊 为佛智慧 尽修翻横 供养罪上两族 二族尊仪 修习一切无上智慧 无上智慧 以最后身 再成为佛 这是送行音 啊 里面也包含德国 所以这是送行音 德国 六段里面 这就两段一起送 佛对比丘门 就是指灵餐会上的 啊 出家众的弟子们 啊 因为魔侯家社是比丘 啊 对比丘门家 那么当然也包含四众弟子的 天人也包含在里面 啊 佛说我用我的佛言来观察 这位魔侯家社 啊 将来之师啊 再过无数节 很长的时间 可见那是 三百万余佛的供养公经啊 是约数论 不是约横论的 是因为有无数节啊 啊 将来经过无数节之后的修行啊 才能成佛 应当就得到作佛了 作佛 就是成佛 到了未来是 他要供养奉景 三百万余诸佛 啊 为了要求正道佛的智慧 啊 静修翻横 清净的翻行 啊 就是按照佛所定下来的 修行的规律 如法去修戒定慧 啊 那么供养最上两族尊之后 就是实施供养公经 以三百万余诸佛 修行一切无上智慧 佛果的智慧最为无上了 无上智慧就是佛的智慧 懂得一切法 成就一切种智 就是无上智慧 那么以最后身 最后功德圆满呢 福慧两族呢 成佛 这成为佛 啊 下面第二 送国土清净 啊 企图清净流离为敌 先说他的清净情况 就是流离宝地 多处宝兽行列 到此精存借到 虽然是修宗啊 要把这个意思念出来 就要这样子念 他有好多宝兽 列成行在路边周围 啊 多处宝兽行列 一行一行列在路边 繁境边 道车 道路的两边 有精神借到 这个念要懂得这个念法 哦 否则这个意思表达不出来 假如你按照那个四个字 四个字念啊 那中间那一句就没有意思了 多处宝兽 横列到车 精神借到 横列到车什么 啊 就变成这个意思没有办法表达 就是多处宝兽行列 一行一行列在两边 啊 在周围的繁境地 道路之策 有精神借到 意思就表达出来了 三句做两句念 啊 看起来是三句 十二个字 要把它分成两句能念 就是六个字一句 见者欢喜 这前面常温里面没有的 哦 哦 这种的繁境这么清静 多好啊 哦 看到的人都深欢喜 不会像现在我们到了台北啊 这个谜头就皱起来了 看到就害怕了 哦 那个寄生车走得比人还慢 哦 那么到处都是空气污染 哦 鼻子里面都是哦哦的 哦 那么很糟糕 嗯 那将来大家设成佛 他的国土 这么清静 这么干净 多好啊 一看到神欢喜 嗯 尝出好香 国土里面经常有好的香味啊 表达出来 嗯 散发出来 散中名花 哦 经常散花供养 种种奇妙 一味庄严 很奇奇奥妙的 呃 庄严他的国土 起地平真 大地都是平真的 无忧修坑 啊 修小三 也没有深坑 诸菩萨中不可称继 呃 很多菩萨 齐心调柔 调柔 待大成神通 这些菩萨都很调和 很如佛 那么都有大神通 待就是集 集得到大神通 奉持诸佛大神经典 菩萨都是修大神法 啊 奉佛的大神法 而修行 诸上问证服 乐后生 啊 好多这个大神文 就是正道 俄罗汉国就是无漏的最后生 无漏没有烦恼 最后生正俄罗汉国 啊 法王之子不可称戒 呃 亦不可祭 就是 法王子就是佛 菩萨 大菩萨 啊 这个登地上的大菩萨 这个登地上的大菩萨 算不出那么多 不可 呃 一不可计 没有办法计算了 多得很呢 哪一天言不能说之 如果用天言通来看来算了 算不出来 啊 第三 就是送佛寿 其佛当受十二小节 这个不必解释 第四 送正相 呃 正法注释 二十小节 相法易注二十小节 这也不用解释 跟常文一样啊 啊 就是他正法 相法注释的时间 都是一样那么长 第五 总结 前面六段文 四段子送完了 这两句话是总结上文 啊 光明是尊 其事如是 从送里面呢 没有把佛的名号 把它列出来 到了总结的时候啊 才列出这个 呃 大家设将来成佛的名号 叫做光明是尊 光明如来 啊 将来大家设成佛 光明佛 大光明佛成佛呢 他的将来成佛的情况 事实就是如此 跟前文所讲的 是完全一样啊 那么这就说明啊 将来摩侯家舍成佛的 这个殊胜境界 摩侯家舍听到这里 必定是非常高兴啊 知道他将来成佛的殊胜啊 那么过去一向啊 对少为主 因为我年纪大了 不行啊 他没有想到今天 佛替他受祭 将来成佛 真是俗正的啊 这个 他没有想到的 各位成佑啊 那么这是 受大家设计 说完 后边受三人计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头 我没有想到这一位 我先到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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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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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古风艺术 逐步发展到古典风格艺术 画面构图更美丽重过 往往一面墙壁被一个场景所沾满 布局紧凑和解 而回想走 happens toinois person 之外 此外 第十六窟中佛教护师中的南陀归翼 首位臣显大神通 和善身是蛇等也都十分精彩 例如第十六窟《纳陀皈依》中 纳陀与妻子孙德利分离的部分 充分展映了艺术家对于人物内心刻画的成功 又第十七窟 太子与嫔妃劝九徒 即进宴晚之情状 顶窗会视的侍女和门外众多的美女 兜风自措约艳丽动人 此时期各顾的前郎 天井和列柱 所存的装饰壁画也都设计奇妙 想象丰富 色泽鲜艳 对比强烈 如卷云 曼草 莲花和一些可爱的小动物等 阿湛图晚期的壁画 基本属于七世纪前后的作品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二两窟 保留比较完整 为阿湛图壁画艺术最神奇的一座 第一窟内壁画场面的幅度皆叫马 最著名的是池清廉菩萨像 妙像庄严 头戴宝宽 肌肉云称 库内前壁的波士世界来潮图 则反映了印度和波士平文通好的场面 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绘画风格也受到伊朗美术的影响 第二窟时代最晚 其前廊壁上与枣井等处都有壁画 壁画和雕刻中的人物 独王 后 太子 宫女 武士 平民 所表现的不同生活 以及佛菩萨 天女 以丘 所表现的不同神态 在造型上 我能传出内心情感 刻画神动 他沾佔壁画和雕刻的优秀艺术 不仅对后来印度的美术 产生了巨大作用 而且对于东方佛教 所曾传播的国家和地区 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中国莫高谷的壁画 日本法龙寺的壁画 还有斯里兰卡 西吉里耶的壁画 都与之遥相呼应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我喝菩萨摩赫萨 我喝菩萨摩赫萨 这世一切菩萨摩赫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